街头 第一次见那么小的 这很奇怪的 第一天当然要吃顶泰风啊 我们过来排号了 来台湾的第一站 就吃这个 因为顶泰风一直都是超多人吃的 所以我们要排队等位 就来旁边的超市逛一逛 这个想了很久了 每朝健康 第一次见那么小的 朝日生皮跟一番 超Q的 哈喽我们吃完了顶泰风 现在从收狗走出来 天气开始变好了 这里是台北街头 这是我要喝的每朝健康 台湾的小朋友就很乖啊 很安静啊 公园 不吵不闹的 就会挂着 你挂着 哈哈哈哈 这个好看 这个是什么花呀 白色 我也不知道 也要买的 在路上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虫子是什么品种的 叫不出名字 但是超级超级多 而且个头很大 比蚂蚁要大很多倍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是要去探寻美食的路上 去医美食品 向右转 医美冰淇淋 一美冰淇淋 嗯 LIN FAMILY 另外一张附我 附死他游泳卡 附死他游泳卡 LIN FAMILY 这个是附死 第一次充值游泳卡 放女子操 现在要去桃园 他这里没有在桃园 所以我们要到板桥 我们要到板桥 我们要到板桥 然后搭火车 现在要去搭火车 去桃园 这些便当都还没有开门 以为是早上 8点以后 现在来桃园了 我现在要去做健康检查 一斤拘留的健康检查 在桃园的一个医院 现在刚出火车站 我现在到医院了 在排队要见检 我被告知说要产一指结 的便便 份检 超多的 很好清喝 哦 我要去打疫苗了 咚咚咚咚 我們來吃春水湯 點了珍奶,特別有味道 然後點了這個第一名的牛肉麵 剛剛發現了不同單 是這樣打工 但在台灣點贊,1,2,3,4,2,5 全部上起啦,拌肉,牛肉麵 高麗菜,招牌滷豆丹 雙拼丸子,紅油炒手 還有招牌珍珠奶茶 從板橋車站出來有紅銳針 想說買一個回家 一個觀察,大家都是靠右的 沒有人,大家都拍得很好 做完了這些體檢 其實我們選擇的這一家醫院 是有篩選過的 為什麼選這一家醫院 我查說這家聖保路修女醫院呢 它不需要做一個就是入境 滿多少天的一個隔離的時間 那可能這個限制其實已經取消了 也許是這樣子 但是我也有查到一些 是說某一些醫院就是入境必須要 還是要滿10天才可以給它進行 移情居留的一個體檢 所以這個原因我選擇了這一家醫院做體檢 第二就是我有查 這一家醫院它出的體檢報告的結果是 比較快的是最快的 一般來講的話就是三天 移情居留的這個體檢呢 它的那個項目其實不多 第一個就是最基礎的抽血檢查 第二個就是X光的胸偏檢查 第三個是眼糞便 第四個就是皮膚檢查 那皮膚檢查其實是進到那個房間裡面 醫生把整個背這樣子拉起來 一直拉到這個上面 來看一下你有沒有什麼皮膚病啊這樣子 移民署那邊它是需要你體檢的結果出來之後 才會給你受理辦你的東西 我們實際上是體檢去做完了之後 拿到了那一張我繳費的一個憑證 那我第二天就去移民署辦這個疫情居留的東西了 但其實它是需要我之後補我的體檢報告的結果的 所以有在辦這個事項的類似的新人們 其實可以不用提前去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會要提到就是 我這一次辦疫情居留的體檢裡面 包含了一個德國麻疹疫苗的一個注射 其實這個疫苗在我們小的時候 都應該有注射過 但是我沒有保存那個疫苗的本子 所以說我不想要等體檢報告結果出來之後 看我有沒有這個抗體再去決定 要不要去補打這個疫苗 所以在我做體檢的當天我就決定要補打 那這個疫苗的話就是補打也不會對身體有太多的副作用 就是可能有一段時間不能被孕 所以也有在做準備的這個事項的新人們 也可以注意看你有沒有以前得過 麻疹疫苗的一個流的評證 如果有的話那你就不需要再多進行這一項 剛剛入台的這幾天其實行程都排得非常的緊 我們希望說在環島執行開始之前 要把所有文書類的這些東西全部都辦理完成 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安心的等待我的遺親居留證的辦理下來 這樣子 那我在這幾天奔波啊搭乘捷運的時候 也有發現很多有趣的一些現象 這樣子就比如說在捷運站看到大家都是很有很有共識的說 都是站在上下的電梯都是站在樓梯的右側這樣子 那左側就是給給行人可能需要快快的上快快的下這樣子 就覺得大家的這些公共意識都是挺強的 接下來還會記錄分享很多我在台灣生活的點滴 一起再見 拜拜